為了關懷六世 新北市百里五福宮來競應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北台的進市 再度來關注市長期稍大約63萬塊的報道物資 主委鄭戴立香也表示 每年在新贏新台時會再關注一台救護車來作給鄉立 百里五福宮的主委也是曾新北市議員鄭戴立香帶領嘉賓來上香 感謝新名的保備、合憑、平安 為了關懷六世 百里五福宮相應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的政設 再關台約63萬的報道物資由社會教的副局長吳淑芳代表首載 我們巴里五福宮在英明年的財神爺聖誕千秋還有中延普渡 我們都會堅正物資給我們愛心大平台 那多年以來非常感謝我們社會局幫我們分送到各個需要的家庭 還有各個需要的單位 讓我們的捐贈物資不是說很貴重很多 可是讓我們這個社會感覺到更溫馨更溫暖 五福宮庇佑所有的信徒除此之外也關懷很多的弱勢 沒辦法到這邊的一個民眾 那所以呢今年捐贈這麼多在這個普渡的時間 那有953箱的一個物資 那這個部分我們社會局一定會善加的把它發給所有的弱勢民眾 剛才的電影像包括立委鳳孟凱 新北市議員陳家綺 巴里區長林俊宏頂頂都來到現場 對巴里和福宮會集信都在立場 等級到立工業的成績是很堅定 感謝巴里五福宮持續的來捐贈 更重要是讓我們新北市社會局愛心大平台 能夠把這些相關物資都送到需要幫助人手上 我們中央地方一條心共同的來為新北市來努力打拼 記得在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五福宮才捐出了物資將近88萬的這個AED貼片 那四隔兩個月我們又在今天舉辦了這個 中原普渡這個物資的這個發放 那巴里五福宮可以說長期以來對於我們社會局的支持也好 對於我們地方弱勢的照顧也好 都做得非常的詳實 不僅目主委觀戰巴里五福宮也關出救護車和AED頂級級的器材 主委正帶立相標示 每年在新亞聖誕的時候 將會關出一台五福三號的救護車 提升肖宏救護的列領 請求更多條四名 記者羅倫宏 新北 蔡宏伯德